大家好,我是熊二 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 说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学鸭村天梯上徐山 现在开始走了 今天游客比较多 所以山上去徐山 然后顺便呢 去看一下山上房子 落不落雨 这几天一直下雨 哇,今天游客好多 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学鸭村垂直高度800米 整个天梯2556步干梯 山下海拔1500至1600 沙九下海拔600左右 我们现在要开始跑第一节天梯了 看,学鸭村 垂直距离约有800米 然后干梯总计2556节 今天还有那么多游客在跑 不知道 有没有能到地 现在好多都下来了 往下山啊 今天下这样的天气 特别适合爬天梯 因为不出太阳 也没有下雨 这个天气 巴适得很 你们到底了吗 到底了没有 没上去 没上去 今天好多游客 你们上去还是下去 大部分都往下去了 这间应该是组织淘队一起来的 这么多 天呐 看学鸭村的大小谷 学鸭村的话还在那个 山顶上 到山顶上后面还有几个梯 才能到山顶的村庄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第一个休息台阶这里了 今天的风景特别好 我们继续赶路 哇塞 今天学鸭村整个天梯 只有熊二一个人在跑 刚才下面来了好多游客 北走一半就返回下去了 那些叔叔阿姨有恐高嘛 所以上不来 最近呢 好多粉丝在留言熊二 说熊二从学鸭村商品上 摆到学鸭村沙角下 生活都靠什么呢 今天熊二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熊二呢 是去年的七八月份 摆到了学鸭村沙角下 因为学鸭村山上 村米整体搬切到现场了嘛 所以熊二一家没有分到现场 只能摆到学鸭村沙角下 上上呢 一家人是住不下去了 因为上上野猪和猴子特别多 所以熊二呢 绝地暂时带老婆孩子 摆到沙角下 等以后有了条件 再带老婆孩子走出大山 熊二呢 也会一直努力坚持下去 摆到学鸭村沙角下 熊二的收入呢 靠自媒体 自媒体是熊二的收入最大之一 然后我们村上呢 也给熊二安排了一个工作 就是在天梯上学生 每月的话 也会有一千块钱的这个工资 所以熊二呢 两边都在做 一呢 在做自媒体 二呢 在做学鸭村天梯上的徐沙护理员 看今天熊二还在天梯上徐沙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生活 所以这段时间 这个视频都是断断续续的 没有办法 都是时间有限 以后呢 也会稀查给大家分享生活 今天徐沙了过后 我看还有两个月就工作就完成了 等下一年才上班了 因为每年的话 是从一到六月份期间 我们是有工资的 到了六月份之后就没有工资了 所以就可以好好给大家拍视频了 过两天呢 熊二呢 也打算带小花和孩子 去看看 南山的这个风景 带你们去看一下 好了 熊二现在呢 准备药开始上山了 哦 中文字幕——YK